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包围起来 配合共建 还有共建在旁边 联合战备巡演 昨天也有 今天也有 显然从昨天到今天一直有这样大量的出现 那官方的做法就是跟大家讲说他们来了 然后呢 不知道 然后大陆海警常态化 已经把台湾海峡变成内海概念 我们已经讨论过非常多次了 但是重点是下一句问 我们的阿兵哥碰到的时候 到底该怎么做 我们一直得不到一个正式答案 我相信这些军官们也有同样的困扰 例如昨天我们也报道了这个新闻 就是有这个中国海警船 闯金门海域的发生什么状况 但是对方跟我们发布的消息 处理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现在看看大陆官方发布的影片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船只被影响被这样喊话之后集体掉头 他们还配了音乐真是尴尬 就说我们的船只就这样立刻掉头走了 集体走掉了 这个是大陆官方的说法 而且形容是慌乱乱掉头 但昨天我们报道的看到台湾新闻不是这样 差很多我昨天还开玩笑讲说 海巡派艇赶到 因为有四艘海警船闯金门海域之后 我们双方 这个是另外一个报道 叫激浪纠缠 讲得很严重 我昨天看到那个报道 我们也用了叫做 两个小时劝导喊话 有没有 两个小时 我还说好有耐性 尊尊教诲 陪着他两个小时 等他离开 最后把他驱离到限制水域外 这也差太多了吧 那因为昨天我们公布的那个影片是 我们的阿兵哥 我们的军官 他是用 也是用广播仪器跟对方喊话 那对方今天也公布 怎么差这么多 我是觉得 这个很尴尬 我相信连前方的这些 前线的人都一样困惑 到底现在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们文人部长 顾立雄间到立法院达询 说 如果中共军舰 进入到外岛的 禁制水域的时候 刚刚不是军用的 是海警船 所以不是军用的 舰艇进入禁制水域 如果是怎么办 他说 就会将越界依照突发状况处置规定来处理 什么处理 我还是没有得到答案 我不知道 将军听了之后 这个部长的谈话 如果你是前线人员 你知道怎么做吗 要怎么样 让国军们有的指挥的指令清楚吗 然后人民会不会因此而放心呢 台海是如此 南海现在也是 南海冲突 菲律宾警告 南海珊瑚礁争端 可能会引发区域冲突 其实早就已经在讲了 但中方告诉菲律宾 包括美国的 就是在告诉他们说 他没有要柔软下来 他就是要硬干了 那你们底线在哪里 甚至菲律宾只是强调说 哇我们可能会 甚至引发核战 有这种担忧很危险 但为了因应菲律宾的行动 中国大陆方面 是派了更多 具有军事作战能力的舰艇 到南海进行巡逻 这个画面如果出现在台湾 那会怎么样 因为这个腾讯网的 军事领域作者 他所形容的 包括有洞两两的导弹快艇 这种船隐蔽性高 不过基本上 他们形容说 这个已经算老旧的 现在也有地方用 可以部署到这个地方去 也不错 有点用途等等 但已经有其他的很多舰艇 都在陆续周边来 护航的情况之下 美菲的陆战队 还有跨部合作 就是说持续帮他训练 经过了好几次 肩并肩 演习 现在还有MASA的 比美演习 都让陆战队 去跟菲律宾的陆战队 做跨部的演习跟合作 因为是会有效应对 印太的威胁 真的有效吗 不知道 美国到底会不会出手帮忙 他们虽然有联合的协议 被形容 这个标题叫做 大哥说话 大哥谁 美国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 在华府的智库会 上面讲到的 中非在南海发生冲突 表示 我们也对中国对话者 进行重大的抗议 就是说他们已经向中方表达了 正式的外交抗议照会 真的吗 因为我们刚好看到今天 早上自由时报的头版头 也是说美国谴责中国 破坏台海的安全 然后呢 有没有具体可能的做法 保护菲律宾的渔船 或者是军船等等 不知道 但中非冲突 会不会应募发 这个美非条约的引用呢 直接没有回答 然后菲律宾要说 我们现在没有要用 现在是没有要冲突的意思 但马来西亚前总理 就告诉大家了 菲律宾其实没有能力 跟中国开战 听听 咱怎么说 如果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in South China see but the United States seem to like to provoke confrontation between nations to the point of they are going to war against each other as happened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 when there is a war then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is a big arms dealer they produce a lot of arms 也許他分析得很有道理 所以菲律賓外長說 他說7月要跟中國做磋商 雙邊磋商機制 討論海事人員 上次在南海發生的衝突 要怎麼解決 他要談 他們要打 射將軍先來看看 陸續一直出現在 台海旁邊的各種包圍 怎麼看 第一個 老公現在搞的東西叫做 自習性的演習 這是一種變相的包圍 就讓你感覺到 好像被人家掐了脖子一樣的感覺 因為你沒有辦法 能力去回應這個狀況 你比如說海警船 在金門海域大家見面 那何必要自我滿足了 我跟他急浪區對峙兩個小時 對方又講他集體掉頭 這個東西海警對海警 你喊話是沒有用的 誰也不會因為你喊話 他放棄他原來的任務 那既然不想挑取戰爭 也有灰色的辦法 比如說以前有 我船頭在你船頭上面 切過去 你要發生碰船的危險 那沒關係 誰審視 誰害怕誰離開 那就算撞上了 也可以外交談判結束 不會引起戰爭 所以這個廣平海話 取得這種 阿Q式的勝利 對 對老百姓來講 沒什麼感覺 可是對金門現場 看到的軍人來講 那心裡覺得很窩囊 那顧力雄更不應該講 那個後面一句 很沒有意義的話 如果是軍艦來的話 那好 我請問下一次 人家是真的軍艦來了 怎麼辦 你又講個依什麼什麼什麼條例 突發狀況處置規定 我們聽到前面就是 合比例的反應 你這樣搞得我們前線指揮官 包含金方司令 都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個狀況 打嗎 好像不行 不打嗎 軍艦到我家門口了 到我領海了 對不對 到了限制區域裡面 就接到我岸邊了 怎麼辦 他說按照規定 就是不知道規定是什麼 這個規定就是合比例 這句話就讓我們所有官兵 我不知道你這個比例是怎麼比 所以這個東西 降在外 如果說有種的 他敢軍命有所不受 我說我的比例是到了 怎麼辦 不打 人家要說你失職 對不對 所以這種 這種模糊的命令 就是什麼 文人部長的毛病 你根本 你在當律師 用律師的話來講 軍人聽不懂 也不知道如何進行 等我查一下法條再告訴你 法條裡面也是含混的 它合比例 那什麼樣的比例呢 人家的軍艦到來 你到底是怎麼樣呢 你拿漁船去撞它嗎 你拿海巡船去對它撞嗎 還是金門的火炮開炮呢 無從 這個指揮官拿到這種命令 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執行 所以這種外行指導內行 很糟糕 你不懂乾脆不講 由參謀總長來做決定 也可以嘛 對不對 你是顧全大局 我不願意開第一槍 那你就壓忍下來嘛 那老共現在就是在試探你了 飛機過來 軍艦過來 海巡船過來 你拿什麼東西做反應 所以這個東西啊 不是報紙上登一個 阿Q式的勝利啊 能夠掩蓋過去 尤其你引下來了 如果軍艦進入近日水域 依比例 那我下一次呢 下一次呢 越來越近 那下一次來你怎麼辦呢 所以我覺得 軍防司令該睡不著覺 對不對 我根本不知道下一次該如何處置 處置多了 我負責 處置少了 也是我挨罵 所以這個問題啊 我們在軍人 當了這麼多年軍人 當長官的沒有肩膀 這部下很難幹的 你也失去了軍心 對不對 那你乾脆先制作 兩岸不予發生衝突 我們一切不做處理 那也算你是部長 有責任的一個說法 這個責任你來扛嘛 我現在不希望兩岸爆發戰爭 所以對這種挑釁的行動 我們不予處理 這算是一個比較正確的一個說法 具體的指定 對吧 你既然不敢打 那不敢打 你又不願意 你又把責任推給部下 是不對的 你部長講這個話 我不願意挑起兩岸戰爭 這也是一個正當的理由 可以說得出口的東西 你都不說 那你是什麼部長 所以到立法院備詢 你還要有參謀總長幫忙一起去 賓哥 我覺得現在老共就是在試 因為我們沒有反應 就是他接近你24海里沒反應 12海里沒反應 那我就繼續往前試 金門這邊已經試到5海里 那我們還剩多少海里 不曉得 而且郭力雄到現在還是沒有給一個 確切的標準 他如果接下來5海里之內 那請問一下我們到底要做什麼反應 不知道 到時候再依規定 規定是什麼 我不曉得 那解放軍或是他們的海景 一定一路試 反正你又沒有什麼反應 我怕什麼 我就繼續往前試 對方很清楚 他就是要試到你有反應為止 就是這樣的 那你不會是準備等他登錄 你才有反應 不會是這樣 所以我是很擔心這一點 那至於說解放軍公佈了這個影片 那當然這種東西 本來就是各自找 對自己比較有利的那個畫面來宣傳 因為這就是一個宣傳影片 但是問題是 接下來到底要怎麼辦 因為人家天天這樣來繞 飛機也來 軍艦也來 然後我們的外島 也被人家一直不斷的這樣子包圍 那郭力雄到底有沒有考慮 我們打算這個情況要延續多久 怎麼解決這個情況 郭力雄上台也一個多月了 請問一下你到底打算做什麼 沒有人知道 你不能夠老是給官兵一個不確定的答案 要打不打都不曉得 那到最後就是軍心整個散掉了 我覺得這是非常危險的 可是看起來 顧力雄是不打算回答的 我不曉得他到底腦袋在想什麼 那菲律賓這邊警告說 在這邊仁愛礁附近的爭奪 可能會引發核戰 你想太多了吧 誰跟你引發核戰 菲律賓有核彈嗎 沒有嘛 所以我覺得講這個有點太過頭 其實到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菲律賓人唯一的指望就是美國 不然他不會去提到核彈這個問題 他還是想要拿美國來嚇大陸 但大陸不可能被你嚇到 因為美國的態勢已經擺得很明確了 美國現在最厲害就是嘴炮 就是出嘴炮 你看我已經很嚴正的提出了外交召喚 那又怎樣 這個外交召喚其實不是提給中國大陸看 只是提給菲律賓看 是告訴菲律賓我有出力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那個美非共同盲易條約就不干我的事了 我已經講了 然後你自己也說現在沒有在戰爭狀態 那美非共同盲易條約就不會啟動 我覺得最讓我訝異的是 這個副國務卿Kampel也說了 他以前是超級鷹派 你不是印太沙皇嗎 不是遇到老共就向來是要對著幹了嗎 怎麼這次也開始變保守 顯然你也知道 現在這個時機不適合 引發更大的衝突 我覺得這個態勢就擺得非常明了 連他們副國務卿都這樣弄的話 你等於是給了解放軍一個通行令 告訴他你接下來就可以繼續這樣做 因為美國不會有反應 所以菲律賓現在也看清楚這個態勢了 還是用談得比較好 當然是 因為我從一開始就講 其實雙方是不能談的嗎 一開始就可以談 就是南海行為準則 大家先擱置這些爭議 那菲律賓就是在美國的雙種之下不要 那不要現在你碰了一鼻子灰之後 你現在重新又想談 可是問題來了 美國會讓他去同意 南海行為準則嗎 也不會 所以你跟中共大陸到底要談什麼 你也沒法談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尷尬的狀態 所以馬哈迪講得對 馬哈迪說你美國根本不在南海 可是你天天來搞事 就是要把南海搞得跟 俄羅斯跟烏克蘭一樣 這就是美國的目的 老實講如果按照 美國跟民進黨的標準的話 馬哈迪顯然是中共農路人 因為他講得跟我們講得一模一樣 但是問題是人家是旁觀者清 他看得很明白 不要忘記馬來西亞也是南海國家之一 人家也是覺得應該這樣做 所以大家還沒有想清楚事情該怎麼辦 要說我們同一個事件 居然有兩種版本的說法 兩個處置不同的說法 但人家對方拿出影片來 那我們到底上次漁船衝突事件 就證明我們船上沒有監視設備 現在有了嗎 我都很懷疑 我們的船上沒監視設備 該有的時候有 不該有的時候就不見了 對 那這個同樣的事件 居然有這麼相反兩極的 處置的說法 大陸是到我們這邊來 五海里 而且大陸船那麼大 你台灣的船那麼小 你憑什麼把人家驅離 所以你驅離不了別人 而且是大陸驅離台灣的 可能性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覺得顧立雄或者是管閉林 真的沒有必要再睜眼說下話 你的船就是比較小 太尷尬了 大陸的船那麼大 我們從影片裡面 都看得好清楚 你船小的去趕走船大的 這簡直是逗人 這開玩笑的事情 另外一個部分 我覺得現在已經 我覺得媒體現在焦點 不應該把它放在 台海中線的問題 解放軍現在的打法 你很明顯的看到 這一次的打法 其實就是北中南海空的 聯合作戰演練 所以它是24架次跟艦隊 是同時在進行的 這個解放軍很明顯的就是 針對於台灣的時機的狀況 開始在進行作戰的演練 那麼各種打法 各種角度 各種怎麼打 我覺得他已經在進行 那麼未來必要的時候的攻防戰 的這樣的一個演練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 從這個角度上來看 但是問題就在於台灣這邊 這個真的是束手無策 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是第一個 顧力雄既然認為說有規定 就把規定拿出來 因為我們都在等顧力雄 你說有規定 你自己說要依規定處理 那你就把規定 你把規定公佈一下 而且拿這個 你訂的顧力雄版本的規定 去我們的前線官兵 去教他們 因為你是律師 你是律師 你就拿著你自己訂的規定 然後你到我們的這些海巡署 跟我們的陸海空山軍 跟大陸解放軍會有接觸的 或是大陸海警船會有接觸的 那麼開始教育他們說 24海里你該怎麼做 然後12海里你該怎麼做 5海里你該怎麼做 2海里你該怎麼做 上岸了你該怎麼做 你至少講解一下 解釋一下你是律師 你不是一直認為 我們不懂法律嗎 只有你懂嗎 你就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也沒聽到菲律賓 不要開玩笑了 因為中國大陸 對於沒有核武的國家 不會使用核武了 那問題就在於 菲律賓的跟中國大陸 不是一個量級了 大陸沒有把菲律賓看在眼內 坎貝爾是一個逗人的 一個可笑的一個政客 為什麼說他很可笑 他說為了南海的問題 跟中國大陸嚴正的正式的造會 我覺得大陸會回一個簡單的話 南海關你什麼事 就南海關你什麼事 你造會什麼 你幫誰造會 你憑什麼造會 所以我覺得坎貝爾 這是一個鬥人的 開玩笑的話 因為你不是域內的國家 你對於南海的問題 你造會什麼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說你跟菲律賓 有共同防禦條約 那是你家的事 你家的事不關我的事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簡直是很逗人的 很開玩笑的 坎貝爾 你不要再當小丑了 有點可笑